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这会儿刚要睡觉着 然后妈妈就问多宝宝说 今天要给多宝宝洗澡灯了 多宝宝还没动呢 妈妈就来了 妈妈还说他都准备好了 洗手间也收拾出来了 要给多大宝洗澡了才行呢 可是多宝宝干干净净的呀 妈妈还说 多宝宝都半个月没洗澡了 再不洗澡就变臭了 就没有人喜欢了呢 多宝宝刚要跑就被妈妈给抓回来了 然后妈妈就给抱起来了呢 一下子就被扔在洗手间里了吧 洗手间还真收拾出来这么大地方 然后妈妈就开始不停的往这个地方拿东西 拿了好多东西呢 妈妈说多宝宝洗一次澡的 就得好好的护理衣服才行呢 把多宝宝坐在这瞅瞅 看看妈妈都给拿了什么东西呀 要是不好多宝宝可不用呢 妈妈好像给多宝宝新买了吹水机 所以这次洗澡的沐浴露 然后还有护毛素 她给多宝宝准备了小刷子 然后给多宝宝准备了低眼液 低耳液 也各种东西都有呢 这么多东西多宝宝能用过来吗 所以妈妈才说 以后多宝宝可不要上外面去想 外面洗的都不好呢 她给多宝宝又买了一个护毛的 一会洗完的时候给多宝喷一喷 就可漂亮了呢 看妈妈准备这么多一定很辛苦吧 可是多宝还觉得洗澡是一个很辛苦的事 这会儿洗着洗着多宝一不小心睡着了 然后妈妈就在那笑话多宝宝 还说这臭孩子洗的时候不干 洗着洗着就舒服的睡着了吧 妈妈就用小刷子在身上给刷来刷去的 多宝宝就有点太舒服了 一不小心睡着了呢 一会儿吹风风的时候 多宝宝自一个就起来了 妈妈这会儿啊 偷偷的笑话多宝宝 是不是呢 洗完澡多宝宝赶紧就跑出来 然后就上沙发上打滚滚 开始发现自己的小脾气 不小心洗澡不小心洗澡给洗了一个打澡子 妈妈还说多宝宝的大屁股可真白 洗完澡子吹干了 多宝宝就可以随便玩着呢 家里到处都让多宝宝跑还不行吗 可是多宝宝今天没吃好吃的 多宝不开心 不开心就打果棍